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Lecture 3 Lecture 3我们要介绍是什么,是HTML的 所谓标签式的语言 那它这个语言用来做什么,它其实就是类似可以这样,可以完成一个Word档 Word档的话你 都是用图形界面,所以你在上面打什么东西,然后你去 设定它的格式,它就马上就显现出来 那HTML这个标签式语言的话,就是你要下一些指定,它类似一种程式,但是它其实是 就是把它用标签,把它框起来,框起来之后呢,就会显示出那个样式来 好,所以我们的 第一个小时的课程的Outline,我们就是要 简单介绍这个语言,那比较像是说故事的概念 就是告诉你它的过去跟现在还有未来 那再来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它的 它有一个类似表头的位置去讲,去描述这个 这个档案内容的一些设定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 页面的安排,Layout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些标签,可能可以 设定的一些属性 那这个跟Style又不太一样,它的它本身就会有一些 预设的就属性,那更detail的那些 颜色啊或者 一些特殊的安排大小那些东西,它是放在Style里面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是HTML HTML其实 蛮有趣的啊,它的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发展 就是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它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超连结 Hypertext就是叫做超连结的意思 然后它是什么,它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标签式的语言 就是你看它就是在你原本的 想要表达的文字 前后 把它用标签把它框起来 它大概在30年前 就发展出来 三、四十年前 为什么它发展出来 其实主要是 1981年 Tim Bernard 李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在 做科学工作 在圣的地方 做研究工作 那时候他就讲,他就写了一个软体 软体叫做英块 实际上英块软体是用来做什么 他只是用来记录,就是类似一个笔记本 把那个它的研究成果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最重要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概念就是说 当你想到某一个 科学的 这个 记录的一个文字的时候,它要能够讲 这个文字的详细解释,能够连结到你 过去已经 在笔记本上面做了这个详细解释 所以这边主要就是一个超连结概念 Hypertext 他是讲,他是一个 Information 就是资讯啊,或者我们讲的笔记 笔记本,他的什么,他的一个安排 那反正这资讯就是什么,就是computer的这个资料 那很多时候他就是 用文字的形式,像现在很多 网络资料库也是这样,也是用超连结的方 也是用这个 文字的方式,然后存在网络上 然后一样是类似这种标签式的语言 然后 做一个 定义这个资料库 好,所以他主要这些资料呢可以讲,可以使 让使用者去 得到讯息 然后去跳到 跳到那个地方,跳到那个文件去 然后去了解 了解那个内容 那 原本他只是把他 前一次的笔记本 记下来,然后他现在 又找到了 想要知道的这相关讯息,他就会讲,他就会连结到前一次笔记本 记录的地方 OK 好,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他的一个历史 就1991年的时候呢,他讲,他发 这个由这个英国人 他这个发明了这个HTML 然后到95年的时候就开始,因为通常不会是一个人一直持续做下去 绝对会有一些group,或有一些organization,一些组织的 所以你就看到他有HTML working group 一个organization,他就 定义了HTML 2.0 那最重要是说,他开始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让他动起来的 程式 也发展出来,叫做JavaScript 那这就是我们 这堂课想要 教大家使用 实际上这个JavaScript到 现在,他当然他大概二三十年前发展到现在 来看,他其实是 第2个 广泛被使用的语言 第1个当然是Python 那为什么Python 广泛被使用,就好像 30-40年前,大家用Fortune一样 主要就是他有很多 Library 可以呼叫函数,然后你就可以 使用那些功能,那功能有很多 前人都帮你写好了 所以 其实是一个方便 方便线,那甚至Python现在都取代 Basic,为什么? 因为 他用起来就跟 20年前 20年前你在写 Basic语言一样的方便 所以大家就 早期一开始学 Basic语言 那现在大家就学 Python语言,意思是一样 那再来就1998年的发展,这个其实是蛮重要 那实际上 我们知道说这个 HTML 或者JavaScript,他就可以用浏览器 然后就可以执行 执行这个内容 一个就是类似Word文字的设定 另外一个就是让他可以有动态的展示 那时候就有两个主要的浏览器的公司 一个就是Microsoft,他有一个IE Internet Explorer 另外一个就是Netscape,他发展是Navigator 那最后这两家公司,有一家就怎样 就有一个Antitrust 的一个 violation 就是有一些诉讼 那另外一个就另外一家怎样,就被 微软 微软 因为大家后来使用微软浏览器 然后这个Navigator就怎样,就慢慢就消失了 OK,所以就类似说 被微软给赢过去了 好 好,那在1999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就最后就有一些Organization 就变成W3C 所以你看到前面是怎样 一个人,然后再一个Working Group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组织 然后就Announce 这个4.01 大部分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用这个4.01的版本 那再来在 过程当中有一个XHTML 他本来也是类似一种 把资料库又结合文字 都放在整个HTML里面 但是后来的资料库的部分 我们常听到所谓XML的这个 这个网络资料库,他就又独立出去了 OK 那再来就是2014年,这是比较大的什么 比较大的这个进展,就大概五六年前 开始有HTML5这个版本 HTML5这个版本有什么特色 他主要就是他有 很很好的动画,他背后已经 写了一些函数,让你呼叫,你可以画动画 那甚至可以 3D,所以主要我们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 很方便,很容易,然后他可以 用文字档编辑以后,就可以在网络上 可以run你的程式 然后他又有什么,又有3D动画 然后他也可以很容易讲,可以 直接可以截取你CAMERA的影像 可以 马上操作你的那个 摄影机 好,所以前面我们讲到所谓他的历史嘛 那现在就稍微讲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功能 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内容 那一样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解义式的语言 或直义式语言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有一种就编译式的语言 一种叫做直义式语言 那编译式他就帮你编有一个Compiler 编译器编译成ESZ 或者反正可执行党 那如果是解义式或直义式,他就是直接run你的程式 然后一行 一列一列的解释 所以他的这个 程式可以这样,可以利用浏览器 就可以来执行 所以非常方便,有哪些浏览器 有非常多 你所熟悉的 Internet Explorer 或者是这个现在大家常使用的Google的 的那个产品,叫Google Chrome 那甚至如果你是 常使用这个Apple的 那个 电脑的话,那你会常用到的Safari 或者是你用Pad,Apple的iPad,都有Safari 另外呢,有一些小型的 比较快速 那个作战的 那个 记忆体空间有比较小的浏览器 比如Firefox 或者是Opera 这个 甚至你在 智慧型电视里面都有看到这些浏览器 HDML蛮特别的 他其实不只是文字功能去设定他的格式而已 就文字的格式 他甚至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物件导向的软体 那他所配合的 当然就是JavaScript 然后他本身 都把它包成一个物件 所以你可以呼叫这物件 呼叫 物件里面的资料 呼叫物件里面的函数 去 做一些动态的显示 那再来他有什么 他有所谓的 大量格式设定表单的功能 他可以去 抓你这HTML里面 他的 某一段 文字内容 然后去 动态的改变 改变他的这个格式 所以他其实有 到目前为止 5.0版以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甚至到后面我们说他有 三度空间的这些物件 做绘图 做绘图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那 当然他的动态就 Based on这个JavaScript 是1995年 所发展出来 是由Nescape Nescape公司发展出来 他是Based on一些 智慧型的语言 这个LISP 那 一样这个 JavaScript他也是一个物件导向的语言 所以他整合起好 跟HTML有整合得非常好 让你的这个文字呢 可以很动态的显示影像 甚至可以在里面做绘图 所以他实际上有 历史讲完 然后他的功能讲完 那实际上长什么样子 我们就看一下 他就是一个 所谓的标签式的语言 所以他一定有 这个标签 他标签怎么怎么去定义标签 他就是用一个大语跟小语 所以左边是小语 右边是大语 然后把他框讲 那这个中间的内容就是他的标签 所以是有 有含义的 那中间的那些文字是有含义的 比如说一开始 这个文件是什么是HTML 他一定要 定义这个 所谓的 DocType 惊叹号然后DocType 定义 定义他是HTML 然后再来他会有 框 框起来说这两个之间才是HTML 所以有一个HTML 所以你看到很明显 他一个大语小f 中间的文字是有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 你的标签的功能 所以他 HTML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开始这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最后会怎样 会结束也是出于HTML 然后再来他有定义这个文件的表头 那这个表头部分就不会显示出来 他只是 定义好这个文件会 会怎么样子的显示 比如里面可能中文 那你在这表头里面要定义说我的 中文的文字集 为什么 为这个 unicode 然后可能是这个 中那个 哪一个 那个 字集 比如说utf8 之类的 好 那再来他真正显示的内容是什么 是在body 除以body里面 所以你看到这个 HTML的内容 他就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用文字编辑器就可以 去看这个内容 然后另外你看到就 很清楚 他一开始就是 DocTypeHTML 然后再来他HTML 框HTML 然后他的前面 这边是定义文件 真正的显示是在什么 是在这个区域 他会显示出来 所以你 用这个 浏览器一看就看到什么 看到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 一段一段的文字 那这为什么叫一段一段 主要他讲 他是定义在 P跟除以P之间 所以这是一个段落